好 好 來我們看一下 這行啊 畫線的指令哈 L 好 L Enter一下以後呢 找個地方當起點 點一下方向拉出來打上100 Enter一下以後呢 再拉上去哈 100 好 再拉過來 100 OK CEnter一下哈 正方形的框哈 來 首先啊 我們呢 來看一下 第四題 你呢 可以從左下角這邊啊 先靠近它 好 第一個 沒有錯 先幫我們準確的 先點到端點哈 所以你點了你的滑鼠放在線放在這個點上 出現綠色的框框代表可以鎖端點哦 點下去之後呢 拉過來 放在呢 因為你判斷了它在中點處 所以你滑鼠要盡量放在中點中間的位置 各位呢有沒有看到那個三角形的符號出來了 三角形的符號代表鎖中點 一定要等到那個符號出來 你才可以把滑鼠左鍵點下去 好 再拉到我們的左上角的端點處 給它點下去 好完成一個動作 Enter 好 這是一個 接下來我們再一次的執行線的指令 那因為呢 畫線的指令啊 剛剛才剛執行過 他還記得哈 所以你可以把滑鼠右鍵點一下 選重複line這個指令 重複 就是重新的再執行一次的意思啊 好 從右上角的腳點點一下 拉到對面啊 放在中間位置左右 中間哦 像這個平行不算哈 一定要下來一點點呢 看到三角形的符號出來才算哦 看到三角形的綠色的 三角形的符號出來了 滑鼠左鍵才可以點下去 這樣子呢 才算是穩穩的鎖到的終點了 好 拉到右下角 放在端點處 好 鎖端點的符號出來了 就可以把它點下去了 好 ok Enter 接下來右鍵點一下呢 繼續重複我們的line這個指令 好 請看了哈 接下來呢 我們就從這邊出發 好 給我們把它放近一點哈 你看 從這邊出發呢 鎖在這個點 端點可以 終點可以都沒關係 因為這條線 這個點哈 剛剛好有這這條直線的終點 啊 所以你鎖終點一樣都可以哈 都可以穩穩的鎖在這個點上 把它點下去之後呢 出發 現在要鎖 對面這條線的垂直點哦 各位 垂直點 一定要等那個護槌的符號出來才可以哈 所以你在那邊晃啊晃啊晃的 靠近他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那個護槌的符號跑出來了 他會自動幫你鎖鎖點的 護槌點哦 你不用刻意的去指定 哦 你只要呢靠近他 有護槌的符號出來了 你就可以把它點下去了 了解了哈 所以重要的是你的那個鎖點的功能表 該自動鎖點的一定要記得打工 護槌一定要請他哦 你要打工 他才有辦法幫你鎖護槌 一定要記得哈 所以呢 除非你今天沒有打工 那你就只好呢指定哦 要他指要鎖護槌點 否則基本上 他應該都會自動的幫你鎖護槌點哈 好 來 再看一次 你在線上啊稍微晃一下晃一下 他呢 只要呢條件夠 他呢都會幫你鎖護槌有沒有 因為我們護槌有打工的關係 有沒有看到 護槌的符號是不是出來了 護槌的符號出來了 護槌點的符號出來了 你就可以把滑鼠左鍵點下去了 這邊一定就是垂直點哦 按個Enter結束 所以呢 基本上 除非特殊的狀況 我會請各位去刻意的指定 鎖什麼點哦 刻意的指定就是說啊 我們未來後面會教你用Ctrl按住啊 點一下右鍵 特殊狀況才需要 否則我們一律儘量就是以自動 用鎖點為主哦 那圍起來比較輕鬆啦 哦 那如果圍圖哦 圍圖就在辛苦了哦 盡量來當主動的主動啦 了解了哦 嘿 好 接下來哦 我們繼續的畫線 哦下來 盡量在這附近晃一下 哎 護槌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護槌點出來了哦 你就把它點下去就對了哦 ok 好 好繼續 以上啊 我們就是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 好 ok 那還有 繼續 鎖終點哦 放在終點處 三角形點 點到了 我們就把它點下去 鎖到這個 為什麼正好還是終點呢 因為呢 他基本上也正好是這條線 或這條線的中間點 所以他這時候鎖的是終點 而不是焦點 沒關係哦 反正只能夠達到我們的目標 就可以了哈 好 以上啊 那我們就這樣子把這個啊 完成哦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第四題 第四題哈 再來第五題 好 第五題 第五題的話呢 那麼一樣 我們先把這個框框畫起來 好 100 拉上來 好 第五題 第五題的話呢 先 哪邊要先做呢 哦 那當然就是我們先做 從左下角 這個端點出發 點一下以後 拉 到上面的中點處 要等三角形哦 三角形才可以哦 出來了 就把它點下去 再拉到右下角 放在點上 哦 端點出來了 就把 左鍵點下去 哦 完成第一個動作 哦 哦 接下來繼續 從左上角這個點 放好以後 左端點的符號出來 OK了 點下去 拉 過來 鎖護槌 護槌點的符號出來才行 哎 有了 護槌點出來了 把它點下去就可以了 哦 OK 以此類推 這邊 點一下以後 過來 鎖護槌哦 哎 有了 護槌點的符號出來了 左鍵點下去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我們繼續呢 從這邊出發 鎖對面這條線的護槌 哦 這邊 護槌點出來了 好 OK 最後呢 再把中間這條線 鎖點 拉 下來 哦 你看 這一次就是焦點了 有沒有 叉叉了 哎 兩條線的焦點處就是叉叉 焦點的符號點下去 哦 完成動作 哦 OK 這是第五題的畫法 第六題 哦 第六題很簡單 來 我們繼續把它完成 好 首先啊 我們先畫一條直線啊 斜斜的把它呢 分一半 哦 端點點一下 拉到對面的端點 再把它點下去 好 我們先畫左上角 哦 左上怎麼畫呢 哦 我們看一下 哦 等一下 它這邊的話 那我們對 我們右下角先畫 右下角要先畫 哦 右下角 來 點一下以後呢 拉 過來 哦 哦 先鎖 垂直點 或中點 都可以 好 然後水平 對過來 這樣子 再拉上去 鎖它的護垂 哦 護垂 護垂點哦 點下去 哇 太早點了 U Enter一下 要靠近它才行 護垂 有了 點下去 好 好 然後呢 順著它哦 就從這個護垂點 拉 到 它的 對 左上角的端點 掉下去 這樣 多連帶的把它完成的意思 好 繼續 從這邊出發 點一下 垂直下來 鎖中點 再折上去 畫它的護垂 護垂哦 有了 在這裡 點下去之後呢 鎖到 上面來 點下去 有沒有 哦 這樣子 所以呢 右下角完成 順便拉上去 把這兩個線完成 最後 我們再從這邊 點一下 拉到對面 哦 鎖護垂哦 護垂 有了 護垂點出來了 點下去 好 點下去呢 完成動作 這樣子啊 我們這一題就完成 好啦 我們到這邊先休息五分鐘 五分鐘回來 我們接下來介紹下一個指令 圓 我們休息五分鐘 我們現在來的 還有一格 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